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我是Mr.Law 三个月前我上传了一个有关于evoicing的视频到YouTube 结果反应还蛮不错得到有16000个view 可是那是我第一次录制视频没有什么经验 所以今天 趁着政府改了很多新的一些evoicing的概念 这样我就趁着这个时间重新为大家录制这个evoicing的视频 事不宜时让我讲解今天有关于evoicing的课题 好的 我还没有进这个evoicing的课程之前先跟大家讲解一下 今天我们只会cover一些最基础的evoicing的一些尝试 这个视频是很是你们收藏起来 回去复习 我只会讲解一些很基础的尝试 如果你想知道一些比较深入的 OK 深入的evoicing的课题你可以看其他老师的视频 before我开始 我是建议大家先把这个flipbook 这个qrcode先 倒录下来 OK 可以pinch了那个notes 这个qrcode我会 以后有什么新的更改 我会用回同样的qrcode update 然后上传到我们的网站 所以你 不需要说如果以后更改了你又要去哪里找我们最新的 那个PPT OK 用回同样的flipbook的qrcode就可以了 OK 事故随时 让我们今天进入我们的课程 所以今天我会cover这些最基础的一些 尝试 OK 最基础的evoicing的尝试 包括什么是evoice 你怎么去成交那个evoice啊 马来西亚是好几多种evoice啊 包括一些一定要submit的一些feel啊等等啦 包括你的员工你想claim的问题 然后我会cover 第一部分 然后part one是讲解这个evoice 什么是evoice 很多 商家或者是很多 作战的 对他们来讲 只要是电子化的发票都是叫evoice OK 去取代那个 手单 只要取代手单的就是一个evoice 其实也没有错 但是我们今天上课 主要的 不是讲着那个 电脑单 不是电脑的发票 是讲着这个evoice 这个evoice的evoice是政府 政府income tax部门他设立了一个网站 这个网站会把我们所有 所有商家 开出去的evoice 开出去的evoice 先send even到这个网站 verified了才 send给我们的客户 如果没有经过verified的evoice 你发给你的客户 他是没有办法扣税的 OK 他主要的目的就是要认证 所有的evoice before我们发给我们的客户 这样 所以他的最重要的重点就是他 这个目的这个 网站 就是要proof 所有商家开出去的单 去 检查 OK 到底这些单是你的income 还是你的other income 还是一些 non-tax的income 所以每开一张单你他都必须要先verify一次 然后去到我们的客户那边就变成一个expense 所以他主要就是要proof我们的income proof我们的expense 今天我们的这个视频就是讲一讲去就是讲着这两大 重点就是proof我们的income跟proof我们的expense 然后只要你厘清这两个 东西 基本上整个evoice你就可以掌握 基础的一些 直接尝试 LHDN没有办法去一张一张 检查你们的pdf跟excel 然后他只认 只认是这两个format 一个xml跟一个json format 也就是讲在LHDN的网站 当他认证过后他就会把这两个format其中一个format 发给我们的客户 只要收到这个format基本上就是一个 完整的 电子发表 可是 新的概来他已经是 改了 然后他不只是这两个format 我们发给我们的客户 取到认证 我们也可以 好像以前这样 把我们的evoice print出来 或者是convert变成pdf 发给我们的客户 但是 那个qrcode OK 那个LHDN的网站会 给我们一个qrcode 这个qrcode必须要印到那个evoice那边 before我们送给我们的客户 so 主要是有两个角度一个是消费者的角度在消费者的角度他的好处是什么 这个evoice对消费者来讲 更加容易的去满足一些tax的要求 比方说 你看这个 这个税务人 税务人不一定是公司 税务人可以是个人 好像 我本身来讲 每一年我做income tax的时候啊 personal income tax的时候我都很头痛的 我不懂那个 买书的单 买电脑的单 OK那些sport equipment放到哪里 有时候那个买书的单 明明是今年买的 我又以为是去年买的 然后那些书的单 magazine的单 电话单 那个internet sorry internet的单 这些都是可以 cold tax的 这些cold tax的单 有时候print 找到的时候都已经是很萌了 很不方便 所以有了这个evoice啊基本上我们所有的消费都可以记录在income tax的网站 只要我们给那个商家我们的个人资料基本上都会收 一份 在income tax的网站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做income tax的时候就很方便直接去到网站那边 暴露下来print出来就可以做 那个报税 同一时间我 也看过以前 做audit 我的客户 做gstaudit的时候 gstaudit 我是讲这个gst的时候 他们每次做audit的时候一个月的单就已经cover到10箱20箱 OK那些suevoice 在这种情况他要把10箱20箱的文件带到去 custom officer面前去做audit 这样子的话会 效率大大降低而且很 很麻烦每次做audit的时候很吃力 有了evoice过后基本上就比较轻松 所有的单都在系统里面政府部门要什么他就直接进去 检查查找 OK 或者是把里面的单print出来 报告问题就好了 OK 这样除此之外就是 开单自动化 开单自动化 也是 对evoice来讲是一个大大的好处 怎么样开单自动化 尤其是那些商家以前是很习惯性就是 我们的客户很习惯性要求我们改单 改热气 改这个改那个 跑了evoice过后基本上是不可以论乱改单 任何的改单必须要有 Credit note 跟Dev note 在这种情况 对方也知道是不能改单 他不会很 勉强这样子要求你改单 这个是一个好处 另外一个好处是 我见过很多那个 发展商 或者是做construction的 好像做CCTV 做CCTV有时候 CCTV装了 钱很难收 或者是 有时候 contractor 收一笔钱 100钱 可是单没有给你 等到明年做站的时候 你才发觉 那个contractor忘记给单你 你就紧紧赶紧赶紧赶紧 在这种情况 那个invoice又 你做账又拖慢了 有时候那个账也拖两年三年还没有出来 讨了invoice过后 如果你 没有讨单 你就给100千的Deposit 很大可能这个100千 今年扣不到账 你要扣在明年 这样你今年的Tax就很高 所以所有的payment 讨了invoice基本上 会比较小心处理 有单 就有payment 而且单必须要是认证 公司的名字 没有公司的名字 基本上 你要扣税的话 比较困难 然后这个是 其中一个好处 然后刚才我讲 你就算发展商 你收的单 就可以扣税 然后实时 deposit也好 跟他拿一个100千的 deposit的invoice 至少你可以扣100千的 dex 然后在这种情况 你就 更加的 fast up你的payment 你收到valid的invoice 你就可以给钱了 任何更改是通过 creditnote 然后 这个情况之下 你就不用担心 你扣不了税 所以你就可以 很 快的 你收到单就可以 被payment 这样 这种 这种关系 形成过后 就会大大的 增加 你跟 工营商的 那个关系 包括这个invoice 其实不只是 马来西亚 它是发生的 它是全世界发生的 我相信有一天 所有的 国家都是用着invoice 我们可以从他们的系统 他们用着不同的系统 它开了那个 sales invoice给我们 我们可以 download 下来 变成我们公司的 perject invoice 这个是已经发生了的 后面我会再讲解这个 enabling international trade 这个部分 最后就是 这个invoice 带给那个 税务人的好处就是 它可以大大减少我们的 operation cost 其中一个就是我刚才讲的那个audit的时候 我们要print的文件 好了invoice过后基本上我们是不需要 收任何的文件 我们可以不用print出来 只要email收到那个pdf的format就可以了 pdfformat有那个quicode你就叫你的同事去scan 确认一下那个invoice 是不是在公司的名字 这种情况会 大大的改善 那个 减少我们的printing cost 除此之外就是我刚才有提到的就是 OK 目前你是看不到这些cost会省到多少 但是长远来讲 是会的 然后目前 你会看到哎呀为什么还要派员工去上课啊 为什么还要upgrade系统啊 你讲有帮到 operation cost 减轻那个operation cost没有啦 OK但是长远就是刚才我讲的那个printing cost 还有就是那个 我们可以 真正的通过 对方如果 大家都是emois了 然后 把握来讲 我们可以把对方的pertying invoice 倒落下来变成我们的salesing invoice 是没有问题的 好 等 目前整个emois还没有成熟 以后如果真的是成熟过后 我相信这一天是 会到来的 所以下一个 下一个讲到 emois带来的好处 从 LHDN的角度 从Income Tax的角度 它是希望 全 全马来西亚数码化 它不只是 要求中小型企业 不是要求大型企业 它也要求 微型企业 OK Micro SME 也同一时间参与在这个 数码化转型的这个计划里面 这个是Income Tax 希望看到的 它也提供 很简单的 就是刚才我一开始讲 你那个emois 你的emois跟你的supplier 买东西 你的supplier的emois没有 得到那个 那个Income Tax的认证 你也 不敢消费 或者是 这种 没有在系统认证的单 有可能touch road OK 谁在 那些单 没有到完 或者是火灾 把那些单 烧到完 如果有电子化 所有的单 基本上那些 文件已经是在网站 OK 万一真的是火灾 还是水灾 你也是可以倒的回那些文件下来 可是如果那个单是没有收到认证的 这个 问题 OK 难免会 发生 OK真是 发生在我 自己本人的客户身上 So 政府也知道 其实 为小型 企业 他们的 做生意也是很辛苦 所以他 有做了一些 一个app OK 叫卖invoice app 给这种 micro SME 是不用钱的 是不用钱的 目前我是还没有看到 但是 根据那个guide line 他会做一个app 给这种商家 让商家去收钱 然后 send那个invoice 给客户 OK 下一个 讲到就是 realtime verification 怎么样可以得到那个realtime verification 就是所有我们的 单 刚才我讲 你没有收过认证你也不敢 给钱 所以在这种情况 很少会有back take的单的 根据 guide line 他讲你即时 把那个invoice 发上去 他没有讲一个指定的时间 他没有要求 除了consolidated invoice 或者是消费 这些情况 他有指定的时间 你一定要跟 但是 standard invoice 他是没有 要求即时 要发 OK 要发去 得到认证 可是 消费者也不少 OK 尤其是商业 企业家 企业家 他现在你没有认证的单 他怎么样给钱你 他也怕 OK 所以当有back load的情况是大大减小 我们的数据基本上在 LHDN来讲在income tax来讲比较 比较on time 比较 up to date 不像以前以前我们 要做账我们到明年 OK明年 6个月过后 第7个月我们才交那个income tax 这种情况做tax planning会比较没有这样准确 OK比较困难 所以跑了一 month过后这种weer time会大大的帮助整个 经济更加的有效 更加的 speed up整个国家的经济 OK同一时间 所有的资料都已经是在 LHDN的网站 所以做audit起来 对income tax来讲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非常非常的有效 他都不用一单单单去check你了基本上都在那个 系统上面 他只要按一下他都可以分析出来 OK 你的行业 里面 跟你的竞争对手 相差 极远 你的单 OK里面的内容 跟你交上去的 那些info到底 是 对还是错 他audit起来就比较轻松了 OK 这样 省时间哦 一定是省时间了嘛 大大减少他的那个 出错率 所以你的单 1000块去到你的客户那边就是1000块的消费 不像以前以前那个单改来改去 可能 你的 客户那边收到那个单是1500 你这边真正系统才100块 所以他要花多时间去verify check 整个account也是很麻烦 哦 跑了evoice过后基本上这种情况 除了你的 单是没有经过他系统认证的啊那些他可能会花一点点时间去check 如果不然的话 就是很省他的时间 基本上都是在电脑里面 然后要check的时候就很简单 所以这种 以后会有 拿那些数据 OK LHM income text他们会拿那个数据 去 做一些analysis的 用途 这些就是消费者跟那个 Income text的 看法 然后他到底evoice过后带来什么好处 这样 讲到evoice 其实讲一讲去就这四个文件就evoice, credit note, debit note, refund note 就这四个文件 他不是讲这什么eaccounting estock的东西 你看这边是没有你的purchase invoice 没有你的po 没有你的do delivery order 没有你的quitation 所以那些照常运作 照常运作 跟回do 跟回po 怎么样运作 那个不需要 发给 income text 去拿到认证 只有这四个文件需要拿到认证 before你send给你的客户 只有这四个文件 Invoice Predit note, debit note, refund note 这样什么是invoice invoice 包括了那些cash sales 包括了那些 pull system OK那些recept 只要是你的income OK只要是你的income 他就是 for under在这个invoice这边 他不只是我们做生意的income 我们需要用到这个invoice 那些 没有关于到做生意的 可能是那些 other income branded income 或者是一些 你收到的donation给你的公司 只要是你收到的钱 都要通过这个invoice OK都要开一个invoice 只是他分类了 他教我们怎么样去分类 分类这些 被 这些收到的income 后面我会再讲解 so 在这里 你看如果有任何的 更改 调整 OK上下那个invoice 就必须要用到那个credit note跟definance after我们invoice开了过后就必须要有credit note definance credit note必须要show那个invoice的号码 如果有三张invoice我们就show在credit note那边有三个号码 invoice的号码show在那个credit note 这个是他的要求 还有就是refund note refund note可以是一些 客户给了deposit 你要退钱给他 也可以是他给你的invoice OK你付的钱超过这个invoice的amount 这样你要退退钱给他 比方说那个invoice1000块你付错了付到 1100块 这样100块你要退回来 OK就必须要通过 这个refund note so一共是四个文件有 关于到 这个invoice OK so下一个就是 讲着谁 会受到影响 OK基本上 这边我就分类了四种 情况 OK一种是b2b b2b是肯定了的 客户 如果那个supplier没有收到你的那个invoice他就 没有收到你的认真了的invoice 他都不能扣税 所以b2b是跑不了了 然后在这种情况是跑不了 然后下一个是b2c b2c是 客户不要求 那个单 OK 我们去starbuck 去 carlocker 所以我们去找货店买东西 如果我们每 一个消费每笔消费我们都 提供我们的ic number 这样incomtech就会知道我们 消费在哪里 消费能力强不强 在这种情况有一些 consumer 消费者他是不愿意 不愿意给政府知道他的 所有这些 小小的 消费 这样他可以要求不要单 不要一个认真的invoice OK 但是对 商家来讲他一定要proof他的income 对消费者来讲这种消费者他都没有做income test 他都 就算这些 这些单基本上都扣不到税 这样他就不要那个认真的单 所以 对商家来讲他必须要在 下个月的7号之前 去proof 他有这个income 后面我会再讲解 仔细一点 有关于这一个部分 然后下一个就是 B2G OK B2G 在这里有 但是没有 G2B的 所以你看到没有 C2B OK没有 G2B 在这种情况 他是在讲着 OK 我 我们卖东西给政府部门 OK政府部门 我们必须要给invoice政府部门 可是 政府部门如果他有卖那些second hand的 电脑 second hand的桌椅 给 商家 这样政府部门是不需要提供任何的invoice 他只需要提供普通的recept 普通的收条 你都可以拿着这个 来 报税 OK 报税 所以 所以这边是讲着B2G 但是G2B是没有讲的 最后一个是这个 OK你看这里是 All taxpayer undertaking commercial activity in Malaysia 这边已经删掉了 换成 All persons in Malaysia OK也就是讲 如果你有获得任何income 在马来西亚 不管你是不是有一些commercial activity的 有没有做一些商业的 用途的 基本上 你在马来西亚消费 不是消费 你在马来西亚有获得 你就是 参与在这个invoice的其中一份子 这边他的概率已经改了 然后你看这些是基本上 都会影响到包括所有的 商会 包括你是 妙 OK你收到那个 donation 从你的信徒 你也是要报税 商会公会 partnership unitrust 所有等等都会受到影响 OK 幸好马来西亚 已经他是分三个阶段 他不是一次性 全马来西亚同一时间跑 今天是 8月10号 8月10号 其实第1批已经开跑了 第1批是 Based on他的audit report 2022年的audit report 2022年的audit report 只要你是100个million 你都必须要在8月1号 正式开跑 OK 如果你是 在 99个million 到25个million 25到99 就是100个million 这样你是第2批 第3批是 7月1号 7月1号25年 给那些25个million以下的 企业家 或者是那些商家他在2023年才注册他的公司 这些商家 都是在最后一批 最后一批是最大的 目前是最大的一群 企业家 他的阴谋是从 明年7月1号开始 目前是分的这3批 OK 如果 你是在8月1号 你的supplier是在1月1号 这样你的supplier是 只需要给你普通的invoice 你就可以扣tax了 OK他的 很简单的他不一定要注册invoice 他只要给你普通的 答案你也是可以扣税 但是对你来讲你是8月1号的 这样 你就必须要先 prove你的银行 OK你先 做好你的 那个income的那个部分 然后就是开invoice 给 你所有的客户 但是你proof expenses 这个方面你不需要做 因为对方还没有 注册invoice OK所以他就不需要提供给你那个standard的invoice 或者是认证的invoice 普通的invoice也是可以接受 然后直到他的 1月1号明年 他start了 这样你就要开始跟他讨 invoice 这个部分如果没有问题我们就下去 下一个部分 所以下一个部分 这边有 list到了 那个政府的部门 你看 谁是 不需要 开invoice给你 如果他达到income 就是这一群人 这一群人大部分是那些政府的部门 政府的部门 医院也包括政府的医院之类 等等 或者是 那些 local的那些officer 这些都不需要 给你invoice 也包括 这些 OK 他不需要给你invoice 不代表 你不需要 给他invoice 你 跟这一群人做生意 你还是要提供你的invoice 要记住记住这个部分 对于那些 没有做生意的人 他也是不需要给你invoice 比方说 我是打工的 我打工 一个月4000块 我就买了一个 房子 租出去 这样 我是打工的 我没有做生意 这样租房子的话 我收到那个租金 我是不需要开invoice 他也是for under这一群 exam 30% 最新最新的 OK政府有公布了 OK这个 150,000以下的商家 每年 一年他的income 不是他的income 一年他的revenue 他的sales 少过150,000 这种生意 他可以不需要 给你 invoice 也不需要做任何的 consolidated invoice OK正常是不需要做任何东西的 他也不需要proof他的expenses 目前是for under 这些extended person里面 但是 记住记住啊 再重复一次 你卖东西给他 你卖东西给他 你就必须要开invoice 同样的这些人 卖东西给你 你拿普通的理系就可以了 你不需要做 那个self build 除了这个individual 这些tech 这些150,000的 他做生意的话你不可以做self build的 后面我会再 详细讲解 在这里你只需要记住 这些 除了这个 基本上都不需要做self build 我们下去 下一个部分 有一些 什么income是不需要做self build 或者是不需要做那个 他收到的income是不需要 给你任何的 e-emvoice 包括我们的工钱 Employment income OK这个部分你要小心 因为guide line那边有加了一个example contract wages 包括director 如果director是contract wages来的 他只是做一两个月的director 这个director 他不属于打工 OK不属于工钱 在这种情况他也是 是必须要开invoice给 公司 OK要注意注意 包括那些contractor 只要他没有EPS 所收的基本上他也不属于Employment income 如果他不属于Employment income 就必须要提供 OK 那个invoice 给公司 OK 推销金 给 arney money 给一些dividend zcard 这些也不需要给你invoice scholarship 如果你发scholarship 你之前是不需要的现在是需要了 买卖share OK买卖share也不需要 包括那些没有listed 在 这些就不需要开 e invoice OK 所以下一个部分 part 2是讲解 怎样submit 我们的invoice 在这个部分 你看到 我们可以通过 either是LHDN的网站 或者是 API API是 给我们对接不同的program 比方说 我们的 电脑是用Windows 手机是用Android 或者是iOS 太多这种不同的programming language 所以系统 为了统一 扣通到 政府的网站 所以政府他会提供我们一个 API 我们可以可读的一个 语言 然后我们写program的人也会 做一个API 去读取 这些 资料 OK 所以在这里你只需要记住 API就是 系统 任何的会计系统就OK了 现在 能够 口通的跟政府的网站 口通的就只有两个方式 一就是通过他的网站 另外一个就是通过任何的会计系统 就是这样简单 OK让我进去下一个slide So这边 讲着 我们提交 那个invoice 一共有六个step step1 我们可以通过网站 或者是任何的会计系统 把我们的invoice 发到LHDN 去 去 获取认证 LHDN如果 发觉你给的info不对 或者是给的IC错了 他会退回来 退回来你的系统在改了过后再发去给LHDN LHDN的网站少过两秒钟他就会verify OK 同一时间他会通知两方面 买家跟卖家 买家跟卖家 可以收 收到email或者是在他们的textport里面会有那个notification 当他收到这个notification过后同一时间他会 可以generate一个QR Code 这个QR Code他会发给这个 卖家 然后这个卖家必须要把这个QR Code印到那个invoice那边 print出来 才send给 那个客户 OK 这个QR Code是很重要很重要的如果 这个QR Code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手机去scan scan了过后会回到去 LHDN Income Tax的网站 所以如果回去Income Tax的网站看到那边 不是你的公司的名字 不是你的那个 那个amount不对 这样这个invoice很大的可能就是一个假的invoice OK 双方 双方 都有权利去 坚持这张invoice 买家跟卖家都有权利 坚持这个invoice 可是最后的决定权是在 那个 卖家 OK最后的决定权是在那个卖家 卖家有很大可能他的系统没有办法 做cancel 他只能做一个credit note或者 debit note 给那个商家 在这种情况 就没有办法 OK就没有办法 最后最后就是 OK 如果双方都没有意见 这样这个invoice就会收 收到那个mike invoice portal 就算你 10年过后20年过后你找回这个单你也可以print出来 根据那个guide line他会提供这个sml的format PDF的format之类等等 OK 所以会收在那个 网站里面 OK 一共要提供的那个资料有55个 55个资料我们需要提供 要填好好 before我们先去给 Innametext的网站 去获取认证 OK 幸好 只有这个白色的这些部分是compulsory的一定要发 那个浅红色的是optional你要发就发你不要发就不要发 比方说那个email OK之前是一定要发的 现在他已经是改去 optional 也就是讲如果你有填到 那个买家的email以后你要找回这个email你可以通过 Innametext网站找回这个email如果你没有 钱写这个email这样以后你在网站就找不到这个email 所以这个是虽然是optional但是你自己要想一下你要放还是不要放 也包括 你看到这个quantity跟um也是optional的这两个也是不是compulsory的 也就是讲 Innametext是没有兴趣去 偷取你公司的资料 你的库存有多少他是没有兴趣知道的 所以他这个不是一个e-stock的system也不是一个e-account的system不用担心 在这里只是讲这个email你只是要注意你那4个email 必须要发去给LHDN认证 你删给客户就OK了 所以不用担心其他e-account什么东西没有的 啊 整个list里面这55个feel我只 highlight一些比较重要的 OK那个就是 TIN number 以前我们叫income tax number 后来我们改成TIN Tax identification number 我们改了变成TIN 以后你听到TIN你就知道这个TIN就是 Income Tax号码 买家必须要提供其中一个 Income Tax号码或者是IC或者是公司 OK 的那个 如果是公司就提供两个如果是个人的话就可以提供其中一个 Income Tax号码或者是IC 这个TIN是很重要很重要 错了那个Income Tax也会错或者是那个系统直接reject 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你看这边 这边 Item Code 不是compulsory的feel Item Code可以不用发去 Income Tax网站去 获取认证但是 Description是很重要Description你发了你不能随便改 因为Description会发去 LHDN那边做认证 做收着OK 所以这个部分你不要乱乱 改 OK发了过后就不要乱乱改 但是OK除了 这个Description Classification Code也是很重要 Classification Code 后面我会讲到 它类似于Item Code之类的东西 它是 主要用途是拿来做一些Income Tax 的用途 那些Code 它是分类了 拿来做一些Text Exam Text Reduction的用途 其他其他的feel你看 它 大部分都是一些 系统自动把你generate的feel来的 只要你用系统或者是用 Income Tax网站 提交这个Invoice基本上 后面这些都是系统自动把你 生产的 后面这些你就不用太担心你只要注重 这两个 D number你要学起来 跟Classification Code 你要学起来 然后后面我再讲仔细一点 OK 如果是给进出口的 生意 你需要 加多一个 Info 就是这个第五个 K1 Custom Form K1 Form 这个 是 Compulsory 其他的 这个12个Info你要提供你提供 然后这个不是Compulsory的 除了这个K1 Form 所以下一个是 OK 这里我做了一些 比较重要的 有用的一些Code 比方说 如果那个 买家 OK 这些是通用的一些 Income Tax号码 这些是 通用的Income Tax号码 比方说那个 我们去找货店 我们去餐馆 我们忘记 我们的 Income Tax号码 那个是没关系 如果我们忘记Income Tax号码就放这个 EI 00000这个号码 我们只需要提供我们的IC就OK了 另外就是你看如果是出口的 OK 出口的就用这个Code 如果是 给政府部门的就用这个Code 这边有 有一些 同用的Code给你参考 你可以好好数据这些Code 过后就是 PART3 来到PART3的话 我们就看有多少种 我们就更仔细的去看 怎样去 Proof我们的Income Proof我们的Expenses 在马来西亚我们是讨三种 三种E invoice 你讲有多少种E invoice 马来西亚你要记住 有三种 OK 这边我推高一点 你看 所以第一个是Standard E invoice Standard E invoice 跟Consolidated E invoice 是拿来Proof我们的 Income 这两个是拿来Proof我们的Income的 最后一个 Sell Bill 是拿来Proof我们的Expenses 一共有三个 Standard E invoice 跟 刚才我讲的那六个step 是一模一样的 那六个step 就是要发去给ICN认证 拿到QR Code 然后我们cancel 我们可以cancel 那个是Standard 通常是给B2B用途 Consolidated 是通常客户不要那个E invoice 这样我们也 必须要Proof我们的Income 在7号之前 后面我会详细讲解 这个叫做Consolidated E invoice 最后一个是Sell Bill Sell Bill是对方没有办法 提供那个E invoice 我们必须要自己认证自己 在这种情况我们叫消费 比方说 进口 我们 进口的话 Supplier他没有在马来西亚的出售公司 这样他没有通过马来西亚的那个E invoice 在这种情况 我们要自己认证这些 消费 OK so 另外一个 Example是 Let's say我是打工的 我Trade in OK 我跑去金店那边 Trade in金 Trade in金我把旧金去卖给金店 金店 他没有invoice来扣我的旧金 OK他卖一个新的金给我 在这种情况 金店就要自己消费自己 OK 证明这个 income 证明这个expenses OK他是跟我 打工仔 买的那个金 在这种情况 还有很多很多例子 后面我再详细的讲解 OK 首先我们先讲Standard Standard invoice跟我刚才讲的六个step 是一模一样 是没有太大的分别 就是要通过那个mine invoice 开单一定要通过那个mine invoice 然后认证过后 假如没有问题就会认证 认证过后就会拿到QR Code QR Code 如果一scan 有问题 就是一个 illegal的单 然后 这边 补充一句 那个cancel 双方都可以cancel 买家卖家 可是最后的决定全是在那个 卖家 卖家 的系统 不能 support cancer的功能 这样他只能 开credit note OK这个cancelation双方必须要在72个小时 72个小时过后 他是没有办法 在 要求 或者是那个系统已经关掉了 你都没有办法去cancel 在这种情况你只能开 credit note 跟credit note OK 我再啰嗦啰嗦的讲一句 最后的决定全是在 supplier的 手上 OK这个是standard e-envoice So 新的概来 就改了一点点东西 就是 这个 e-envoice可以print出来 他不只是一定要那个电子的format OK 他也可以print出来 给你的客户 但是 已经认证了的QR Code一定要印在那个 e-envoice上面 至于什么format 什么format都可以 没有问题你就跟着你的format 可是如果其他政府部门有一些要求 你就必须要根据其他 政府部门的要求 秀在那个e-envoice上面 OK比方说 那个custom custom的话 他要求如果你是ssd公司你一定要有ssd号码 如果你是exemptor的话 那个exemptor号码 for哪一个产品你必须要印在那个e-envoice上面 这些要求 你必须要跟其他政府部门 可是e-envoice 是没有问题的你就用回你现有的 e-envoice format 你把那个QR Code加在你的e-envoice就OK了 OK就可以接受 最新的概念也有提到 这个e-envoice的数据 他会 提供给 开放提供给custom 所以你做生意你要注意这一个部分 你的数据会开放给custom 所以这个部分你要 记住记住 OK要注意 OK 这里有一个sample 这个sample你看到这个是standard invoice的sample 包括公司名字、地址、email啊 S3号码之类啦 如果是客户 只记得IC不记得那个 Income Tax号码 这样Income Tax号码就放这个e-envoice so 其他info就是系统generate出来的 OK我再 重复一次啦 啰嗦一点啦 Format 跟回你现有的invoice format 除了这个QR Code一定要印在 那个invoice那边 其他的format你就跟着你的 系统 现有的系统的format就OK了 OK下一部分 就是这个 给一些比较特殊的情况 包括这些 银行啊 incidence 公司啊 那个hospital 这种 我们消费 比较密 OK 他不需要 一张张一个个消费 e-envoice 他可以一个月出一次 两个月出一次 或者是半点出一次 OK 比方说 银行如果我们 很多bank charges 每一张check就扣一次 每一张check就扣一次 这样他只需要开一张e-envoice 就OK了 一个月一次 或者 Telco 我讲Telco的话 这个 Sample很好 Telco 我们每打一个电话 他就charge我们一次 每打一次电话就charge一次 就开一张e-envoice 这样会很麻烦 我们作战很麻烦 在这种情况 他只需要 然后 用money charges 你看这个description这边 OK他是写money charges的 他一个月 bill你一次就OK了 或者是两个月 bill你一次就OK了 然后他的format 可以不一样 这个我就不详细讲 因为不太多人 会imov到这种行业 所以只是给你一个 Extra knowledge OK 所以下一个 部分我是讲着 Consolidated Proof income两个 一个是standard 一个是consolidated 然后一讲到income 你就记住这两个 所以我现在进去consolidated Consolidated e-envoice e-envoice 是通常给那些币主席 他 客户不要要求 那个汽漏菜 income tax 所以他不要求那个e-envoice 然后他通常给那些 restaurant Ratual shop 他给你普通的 receipt 普通的单就OK了 跟着现在的那个方式 OK没有 没有讲一定要 买一个系统还是什么 但是 OK那个号码一定要有 因为号码一定要填在 那个description那边 到时候他的号码 001到005 OK你要填在那个 e-envoice那边 before你submit去给LHCN OK怎么样submit 把整个月 OK所有的income 根据你的brunch 如果你有两个brunch 就分开 OKbrunch 多少 100钱 brunch就50钱 你就分开 在7号之前 我们就要submit 上去给 LHCN 认证 这些客户就一个月一次 OK比方说是6月 所有的sales 一共有 50个客户 可是 只有两个客户要单 48个不要单 48个不要单 你就把它总数加起来 在下个月7号之前 我们就提交这个envoice 这个consolidatedenvoice 不是我们来做账 这个只是来认证 update一下那个 income tax的网站罢了 update一下他知道 我们的上个月的sales 这样多 像我们明年报税的时候 你不要超过这个 好不好 OK不可以 你报100千 你明年做账 你就要报回100千 要match OK一模一样 OK so 这个是其中一个sample 我给了一些sample 你看 这个 access sample号码没有地址号码 电话号码没有 全部你就放 除了income tax号码 还有这个 消费者的名字 我们放general public 然后你看这个单字 110到112 然后113不见了 然后就114 然后115又不见了 又116到2450 为什么他会有 这种情况发生呢 因为 OK我想到的是两个可能性 一个就是他可能cancel了 113cancel了 然后115他是submit了 standard invoice 他submit了standard invoice 你就必须要从这边 把它抽出来 抽出来 不要参在里面 如果你参在里面 你的text 就会 重复 OK记住记住 如果客户 request了那个invoice 你就要抽出来 这个是其中一个format 第二个format你看 这边只有三张 就是刚才我讲的 50个客户 跟我买收费 都给我资料 因为他要扣税 只有三个客户 他买收费 他不要扣税 OK 一行一行 一个号码一个号码 总数是多少 我就submit 进去那个bytex portal 那边submit consolidated e-invoice OK一共有两种情况 OK So 在这边你还要看 客户 可以在 当个月里面 如果他要求 跟你讨 e-invoice 他买的时候忘记了 他回去office才想起要拿那个 standard e-voice 在这种情况 商家是一定要提供的 哦 So 所以有两种 情况发生的 一个是on the spot 那个客户就要求 那个e-invoice 另外一种是 他回到去office 才想到 要讨那个e-invoice 这样怎么样 提供呢 Income Tax 概来是有讲到的 e-invoice概来里面有讲到 等一下我说给大家看 OK So 记住记住这些已经 commod去e-invoice了的号码 记住不要加进去consolidated e-voice 里面啊 我再长期的讲多一次 如果那个 各客户要求 要 standard e-voice 最少最少他要提供他的 IC号码或者是他的income tax号码 其中一个 如果他是 呃 可能是外劳 外劳的话如果他有income tax 就拿他income tax 如果没有的话最少最少 要有一个passport号码 OK这个是他的 format 这边也给一些sample大家 你可以参考一下 Let's say他有给那个income tax 号码 但是没有给IC号码 我有做一些笔记给大家参考 大家可以 收起来 这一面 OK So 刚才我有讲到他on the spot 问你的时候 你要怎么样提供 e-invoice 或者是他回到office 才想到要拿那个e-invoice 要怎么样跟你讨 所以在这种情况 呃 我们guide like里面是有 写一些建议 你看这边有四个建议 如果是on the spot 跟你讨的话 这样 呃那个公司 可以创建他自己的一个网站 或者是一个app 比方说呃 邮站 邮站有自己app 这样你可以通过邮站的app 去 把这个普通的答案 receipt OK 你就自己去 apply 成那个 e-invoice 这个是他 第1个建议的方式 第2个建议的方式是你去到Harkcounter那边 给你的IC 给你公司的资料 所以以后你就带着你公司的那个资料啦 OK把所有的那些公司的资料如果你要扣在公司上面 你就叫员工带去 99speakmark OK打打油站 带着去叫那个人 on the spot在那个 post system那边 填这些资料 OK这个是第2个方式 第3个方式 是my invoice app 就是我刚才讲的 政府会做一个app 给送他 买家跟卖家 跟mise差不多 所以 到时候就是用这个app OK来收钱 来出那个e-invoice 或者是收钱 不管是 只是拿来做e-invoice 用途 现在还看不到这个app 还不知道整个app是怎么样操作 OK 知道的是政府会提供这个app 最后一个是 那些客户回到 office过后他想到要讨 要怎么样讨 OK OK 可能你是出差 去到 KLKL买了东西忘记 好 回到来医保才发觉 怎么办 怎么办 你不可能跑回去KL OK 所以这些 其实 AutoCount已经做好了 AutoCount是最领先的目前 那个e-invoice 方面 它已经是做好了的 OK后面我再讲解 所以你看 这个是邮站的 第一个是on the spot 邮站 所以 邮站的话你可以通过app 或者是网站 去submit OK去讨这个e-invoice 下一个是通过post system post system的话 少过 一分钟 OK 你给他IC 他就record进去他的系统 少过一分钟 就update进去他的系统 然后就send去给 LCN LCN少过两秒钟 就会跟你讲 这个是valid file了的 OK e-invoice 然后 最后一个是通过那个 mye-invoice apps mye-invoice apps的话 5G是大概是两分钟去key in OK 那个商家有一个app key in 那个 买家也是有一个app 大概一分钟他看了没有问题 Approve 然后就少过两秒钟就会send去给 LHN LHN就通过两秒钟去Approve 或者是reject这个transaction OK 所以最后一个就是回到office 这样回到office要怎么样 AutoCount其实就做好了这个做得很好 AutoCount有自己的一个网站 给所有的客户 所以客户不用自己买 各自各的网站 AutoCount已经是做好了 你不用讲我要花很多成本 你只是用AutoCount的系统 基本上我们就提供这个网站 这个网站就是给客户自己去scan 他scan了过后 进去我们的网站 他就可以generate 这个standard invoice Standard invoice就是send去他的email 所以不管你这个东西你可以当场做 你也可以回到你的office job 只要你在 同一个月份里面 客户 你的supplier还没有做 standard那个consolidated invoice submit上去给那个lfgm 你都可以做 你在那一个月 里面 最后一天 的11点 50分钟 59分钟 你都还可以做 OK这个是 那个 跟着guide OKAutoCount已经是跟到一模一样 做这个网站出来 OK我相信 后续 陆陆续续其他的software都可以做到这个部分 目前AutoCount是领先 在这一方面 然后就是OK跟着下来的是讲着一些行业 一些行业是 Income Tax不允许做consolidated invoice 有包括这个 买卖车的买卖moto的 Fly Decade OK买卖Fly Decade的 这个买机票 包括这个买金啊买那些主宝啊 买那些名牌的 产品这个还没有finalized 但是 知道的是这些 主宝啊 名牌啊这些 一定要有系统 不可以讲 没有 给那个 Standard invoice 一定要拿IC 最少拿IC或者是Income Tax号码 Construction行业 Construction行业 under这个Income Tax Construction Contract Regulation 2007 OK又必须要提供 那个IC OK或者是 那些D number OK 跟着就是五金的行业 五金的行业 不管你是批发还是门市 只要你有卖这个 Fly Decade里面的 of Lengbango Pengbanguna Industry Pengpina Malaysia Act 里面其中一些产品 你都必须要 跟你的客户 讨IC 或者是Income Tax号码 OK 这个 是没有办法 好的 这个是没有办法 好的 做五金的行业 按照这个Fly Decade的包括那些Metal Sheet 那些Aluminum Glass Cement Touse 等等之类的东西 比较重型的五金 就 必须要 好 那个 IC 或者是它的公司资料 这个不是开玩笑的 这个 不可以讲 给Consolidated 下一个 讲这个是Lottery Lottery的话 包括那些Sport Toto Magnum 你 买码标是 Sport Toto的Income 可是你中码标是它的Expensers 所以你中码标它必须要跟你讨 最少最少你的IC OK 这个部分 叫Selfbill 后面我们会Cover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Commission的部分 你不管你是给Repeat或者是给Commission 你 一定要有IC 然后我们做Selfbill Selfbill的话 我们的Expensers 就是自然而Record进去Texport 就认证了 认证的同时 对方也会收到一个Email 变成他的Income 所以我这边做1000块 他那边就income1000块 所以 这个是很strict 以前我们只是拿一些IC 电话码之类等等就搞定了 现在是很strict 已经要通过系统认证这个部分 OK最后就是 Selfbill了 讲到Selfbill Selfbill 是在对方没有办法提供 他卖东西他没有办法提供那个Invoice 他的Income他没有办法提供那个 Standard Invoice 或者Standard Invoice 在这种情况 我们做生意我们也要扣税 所以我们要自己 Prove这个Expensers OK那个商家要Prove那个Expensers 在这种情况我们才可以做Selfbill 不是所有的情况都可以做 只有这 8种情况 只有这8种情况 第1种就是Commission肯定了 OK不用跑 Glite也是有 FFQ里面有提到 不管是个人或者是企业 这样 总之有Commission Issue 这样就要做Selfbill OK 有这一条 你可以去留意一下 然后就是Foreign Supplier Foreign Supplier我们进口一定要做 那个没有得跑 那个没有得跑 然后就是一些 上市公司 一些Dividend Payout 那些Dividend Payout的时候 那个Dividend是 还需要给Tax的 OK 在这种情况 就做Selfbill 然后就是Ecommerce platform Ecommerce platform 比方说是Lazada Shopee Lazada Shopee 太多人在Lazada Shopee卖东西 有商家有个人 所以Lazada Shopee没有办法去 讨完那个 Invoice 如果Lazada付钱给你 他直接做Selfbill 就OK了 他一做Selfbill 他那边就Record Expenses 商家就会Record as Income 个人也是Record as Income 所以你个人在 Lazada Shopee卖东西 你make sure 你有注册公司 如果你没有注册公司 你营通就很大 不能扣税 这个地方你要注意 因为 Lazada Shopee直接做Selfbill你 然后这个部分你要注意 OK下一个是Rottery Sport Toto Manium 刚才我已经讲了 除了 Taxino 云顶 跟Nisek Debe Machines 这个目前还没有一个更好的方案 还在等着消息 处理这个Selfbill要怎样去handle OK下一个是讲 你看 你看 只要他 not conducting a business 你才可以做Selfbill 如果他有conducting any business Let's say 他的生意是 在网上卖东西 这样 他卖卖车也是要开Evox 带给你 在这边已经讲到很明了 他的概念 割了 换了 之前的概念是 一些 你跟这些 Individual Taxpayers 就是个人的 税务的 那个 那个 Taxpayers 你买他的车 买他的 Second Handphone 这样都可以直接做Selfbill 可是在这边他割了过后 他讲Transaction with an individual With individuals who are not conducting a business 也就是讲Selfbill 物是随便随便 可以开 只有 对方 没有任何生意的情况之下 你才可以开 OK 我再重复 Let's say你去买Burger 你去买Bissang Goreng 你去restaurant 你去Selfbuck Selfbuck 拿到那个单 你可不可以做Selfbill 答案是不可以 因为Selfbuck有做生意 Bissang Goreng有做生意 Burger有做生意 OK 你跟一个打工仔 OK 你买Burger 这样那个你可以做Selfbill 但是你Selfbill的话 他就变成他的income 然后这个你要注意 So 下一个是interestpayment interestpayment是给银行 你放deposit进去银行 银行 要出钱给你是你的income 在这种情况 银行出钱他直接做Selfbill 他不用跟你讨evoice 最后一个是一些保险的赔偿金 OK保险公司 OK只要对着个人的话 他直接 出钱给个人然后他做一个Selfbill OK他这个Selfbill比较特别 他叫consolidatedSelfbill 他是一个月做 一次给很多人 OK他这个比较 不一样的他也是Selfbill Selfbill的一种 OK 下一个 OK我给一些sample Selfbill的整个逻辑是怎么样操作的 Let's say 你跟 你 我工资 OK我租这个office 是跟三个owner 阿亨 阿子宏 这三个owner租这个office So这三个owner 我租这个office是3000块 这样我就 给3000块我就开一个payment voucher 这个是我们作战用途的payment voucher 但是作战用途之余 我们也要prove这个 这个费用如果是对方有单给我直接3000块 Emoj 就record在我的tagsporter 可是对方是 打工仔我这三个打工仔租给我的 或者是 他都没有做生意了 OK 他有很多产业没有做生意 这样对他来讲 他不需要开Emoj给我的 他没有 那个义务 他没有那个义务要开Emoj给我 在这种情况我要自己bill自己 所以那个叫sellbill 叫我们sellbill怎么样 1000块 1000块1000块 如果是3000块就一人1000块 或者 OK 他的 这三个人讲 不是喔 阿亨是大股东 所以是2000块 所以 就2000块500500 OK你不要随便随便开300030003000 那不可以啊 因为你开了这个sellbill 我们必须要发这个sellbill 给他check 给对方check 这个是该来的一个要求来的 OK 而且就算我们不给他check 我们这边开了3000块的 proof expenses 他的mitexporter自自然然会record3000块的 proof income 自然他会收到一个email的 所以不能pand 不能跑 OK 所以建立商家现在就可以去update你的那个 电阻看他有没有那个 单 有没有那个 注册公司如果他有注册公司他就可以给你 Emoj 每个月你你叫他给Emoj才出钱 OK这个是 最理想的方法 OK 所以下一个 是讲进口的 如果是进口的要怎么样 进口的话 他不管你是 那个Emoj有没有 不管你几时付钱给你 那个外博的supplier OK 他只需要根据你的K1 form 你只要在你的K1 form下个月月尾之前 你做这个sellbill 你就可以扣税 简单来讲就是这样 你不要超过一个月 你超过一个月过后 这样你就不可以扣税 OK这个你要很注意很注意 Base on K1 form 只要你一收到K1 form 你就记得下个月月尾之前 这个好像做 OK月头第一天就收到了7月1号 你必须要在8月31号之前 你要做这个sellbill OK 这种或者是国外请口罩证回来啊 或者是做一些engineer service 总之叫你在国外消费 OK Inport services Inport services 这种情况 他就根据 你的payment 或者是你的invoice 看你拿到哪个钱 你拿到invoice还是你的payment钱 当你的payment或者是你的invoice 的下个月月尾之前 你一定要做这个sellbill OK你要认证你的 那个 杂费 这个你要注意 然后最最后一个 我做了一个sample 就是那个lazata跟shopee lazata跟shopee Let's say你是merchant 他直接做sellbill给你 如果你是logistic公司的G&D 他也是直接做sellbill给你 如果你是买家 你记住记住 OK你在facebook上面买东西 你是公司用途的 这样记住记住 他一定会提供一个platform给你 或者是website 你要在那个月月尾之前 去request standard invoice 如果你忘记request standard invoice 这样他在 一号开始他就可以开始做 consolidator 因为他在7天罢 他才有7天要做consolidator 所以他做consolidator了 你就不可以跟他讨 OK他 没有跟他讨 standard invoice的工资 他就会把所有这些单变成 consolidator Submit去给lxcn OK这个是 其中一个sample你看 这个sellbill的format 上面 还是你公司的名字 下面就是那个 卖那个 拿commission的那个人的 资料 他的format是这样 然后 你就放了 commission 20% 600千的 20% 120千 so 下面 这个是那个资料 这个是他那个sellbill的format 这个sellbill的format 你一定要给那个人看 这个commission 我已经是 认真了的 我已经做了sellbill的 你记得记得还income next 你要send给他 OK so part 4 我们现在讲part 4 before我进part 4 你去消化一下 因为最重要的还是前面这一个部分 part 3 part 3就是讲着所有的 那些 prove你的income 跟prove你的expenses OK 记住记住不要混搅 不要混搅啊 so要prove我们的income prove我们的expenses 不要弄乱 我可以去消化他 proof income两个方式 一个是standard e-voice 一个是consolidated either是standard 或者是consolidated 然后consolidated他有on the spot跟你讨 或者是他回到去office 才想到要讨 standard e-voice 然后如果是 expenses要proof expenses不是随便随便 可以proof 对方有做生意你一定要跟他讨standard e-voice 没有的话他就是犯法 发款后面我再提 OK so这个是他做生意的责任来的 除非 目前 少过150千的他可以不用给他可以给你普通的receit 你就可以拿去报tax 付税 但是 如果 他公司是150千以上他的责任一定要提供 standard e-voice 你跟他讨他在同一个月份他一定要给你啊 所以你不可以做sell build 你不可以做sell build 除非对方是没有做生意完全零做生意的啊 这样你才可以做sell build 你有跟他买东西 他有卖东西给你 这样你才可以做sell build OK so下一个部分是讲着这个data classification 这个data classification跟我们itemcode一样 可是他是没有那些textstation的东西 一共有45个号码 所以他是三个DG的号码是从001到0015 一共有 45个号码 这45个号码 你看 例如003是 computer可以扣text relief 如果是repair computer 他就是030 030就 就不可以扣 扣那个text relief OK let's say我去computershop买东西3100块 3000块是买computer 100块是 repair computer 在这种情况就是3100块 所以他要分开两个classification code i know the invoice给我 这样我text relief 我就可以 应该text很容易audit到我们 003就是可以扣text relief OK 所以这个是要注意的 还有一些特殊的情况 好像construction material dispersment donation 这些比较特殊的情况 其他的 都是很多text relief 好像gim membership OK Internet subscription 这些都是有text relief的用途 OK 记住记住这个就好了 这个022一定要记住 这个是 来一来一 就是很多生意 大部分的生意都是 022 除非你的生意是有关联到一些text relief的 OK包括那个 数据 OK数据就要放这个 026 OK 然后 买车 跟render车 跟repair车 OK要注意 OK 这种情况 然后就是 Sport equipment 这些你自己看啦 如果你是给commission 就037 这些大致上 你可以看一下 目前只有45个 以后会不会增长 还不知道 目前有45个 所以要学这个 一定要学 Data classification 这边有一个example 你看item code 不是compulsory 可是classification code 一定是compulsory 我们要submit上去的 OK Income text check OK 这里有一个qr code 你可以download 它会link去这个网站 这个网站里面 除了classification code 我们要跟 如果我们是写program的 我们还要跟那些country code currency code 之类等等啦 你有兴趣要研究的话 你可以进去这个网站 看这些code 下一个部分 我这个guide line 目前是update到7月30号 你要导入这个guide line 你就进去这个网站 去导入这个guide line OK 两个guide line 最重要的是这两个 一个是general的guide line 另外一个是specific的guide line 一共这两个 这两个是最重要的 你去读完这两个 除非你是有一些 比较special的industry 这样如果你是specialindustry 你就看这种special的fq Let's say你是有 做e-commerce 这样你就看这个e-commerce的 这个guide line OK如果你是 银行你不知道他怎么做 这样你就看一下银行的 这个guide line 这两个guide line 或者是你是construction的 有关于到construction的 你就看这个guide line 这些比较特别的 行业 OK 再 再重复一次 再重复一次 其实 目前 我们怎么样去submit给 IncomeTex的网站 就通过两个方式 一个是my-invoice portal my-invoice portal 也是有两个方式 就是一张一单打 另外一个是你可以 用 download他的Excel 用他的Excel 填完那个资料 然后直接submit上去 两个方式 如果是API 用系统的话也是有两个方式 一个是用本地的系统 另外一个是用国际的系统 叫PAPI 这个是Europe的系统 后面我再讲解什么是PAPI系统 OK 所以你看 这边再强调一下 你看这个my-invoice portal 一共有很多内容 我们要填 如果你没有系统 你到底是不是真的是 是 要用my-invoice portal来填 我这边 我有screen出来 一些screen 你可以看 如果你是一张一张填的 一张一张submit的 你就去 这个是我的my-invoice portal OK 我有screen出来 有一些screen给你看 如果你是 啊 一张一张填 你就按这个new document 如果是你要用Excel 你就 进去这个draft OK 所以这边它的系统目前已经是做到这边 有invoice, credit note, debit note OK Selview, invoice, credit note, debit note 可以翻了 进到去过后你就 它会做一个invoice number给你 通常我们很少会改啦 OK 很少会改那个热气之类的东西 然后我们就Next OK你看到这边是有 卖家跟买家的资料 OK 你看卖家跟买家的资料这边 每一次你要填的 它没有的 好像equality system 这样给你选 每一次你要填 这个你要注意 每一次你要填 然后就去 下一个部分 下一个部分是你update你的item 叫line item 选了 客户的名字你就打item 你就填写你的item的资料啊 classification code 刚才我讲的classification code 你要填 全部填好了过后就填那些 Inno text的资料 text的资料 OK 如果你的公司是有text 你要填text的资料 如果没有的话 OK你就submit 但是这些 资料没有送你的item的资料 也没有收你的那个公司的资料 所以 在这种情况 我 后面会给你一些建议 你可以用autocall一些系统是免费的 它可以跟这个my text portal integrate 如果你的单不多你直接用autocall的系统啦 反正都不用钱的 后面我再讲解 所以这边你看 我再继续 so那个my text portal my voice portal里面有一个draft 你可以batch upload 你可以batch upload 那些 倒入那个excel下来 batch upload 但是也是不方便 每次你要填 so 这个也是一些 一些info给你 你不会用整个my text my invoice portal 你可以 进去最下面这边有一个user guide的 user guide里面很仔细的 你怎样去 加你的那个公司的representative 进去my invoice 你怎样去加那个erp的公司 你怎样去加那个software进去 你怎样去 通过它的系统 一张一张的那个 invoice开 都有交啦 开电脑怎么样 一张一张去看 全部有交 然后你可以自己去选 不过我要讲的是这个 就是刚才 我们讲了这样多个feel要填 要填那些客户的资料 每次重复 item的资料每次重复 用my text的话是很不方便的 所以我是建议你 收着这个 这个link 这个key word 如果你是现在没有用系统的 而且你开单是很少的 一天才几张三四张单 OK可能是十张都不到的 这样你可以现在开始学用 autocall的这个免费的系统 它免费 invoice credit note quotation的 function 也免费一些invoice invoice的function OK如果是purchase function general function 它是免费60个transaction 但是如果你只是 开seal invoice credit note 是无线的 你开100张200张几千张都是free的 OK unlimited free的 这个 这个function你 你可以现在学如果你是完全没有系统 而且你开单很少的 可能 10个客户 OK let's say workshop workshop的话 10个客户一天 只有一个客户是做 生意的 OK他要扣税的 这样你就学这个app 你就导入这个 could accounting autocall的could accounting 它是一个app 你上网就login到了的 你可以用电话上网 你可以用电脑上网 login了你就学了 准备去开单 所以填公司名字 填他的team number 填他的item 全部填一字 不像mitextmitext你要填 很多东西 OK 所以我是很建议很建议你去 用这个系统 然后月尾 剩下最后一个是consolidated 你就跟着刚才我 show的format你就打 也是不用钱的你就做 做一张invoice 补上去吧 补上去 consolidated invoice 给income text 就ok了 就ok了 OK so 年尾的时候 或者是 明年要报income text 你就叫你的accountant 你给他id 你的accountant login进去 他自己print出来 把这些invoice全部 重新print出来 他重新print出来过后 他就可以作帐 ok 如果你的accountant 要你用 同样的系统 来做inmosa作帐 这样你就现在快快买 因为现在有promotion 你可以拿五年的promotion 拿两年的promotion 两年的promotion 现在是200块一年 你一次过给两年就400多块 400多块 算起来是17块半 一个月 17块半一个月 一次过给两年 ok你就可以用所有的 方圈 包括开单啊 买货啊 Payment voucher啊 Account Profit and Loss Account 全部功能都在里面 ok 啊 你可以通过我们的网站 去注册一个mosa的account 来试用 这样给 那些hocker center呢 跟那些saloon呢 hocker center 这些比较小型的行业 它很多单一下的 它不只是10张单一天 它可能比较多一点啦 20多张30多张 这样它又不会用电脑 这样 我们有跟 那个 政府那边谈着一个 grunt ok so等我们谈到了过后 基本上我们会推出 这个配套 啊 这个 东西是很简单操作的 你看 来续续看那几个screen 而已的 啊那个item item type ok你选了那个item 你就打quantity 打了quantity过后 ok把所有的item 打完进去过后 就收钱 收钱你按cash qr code ok credit card e wallet 收了钱过后 就会print一张单出来 那张单下面有qr code的 你不用 打工程名字那些的 直接叫那个客户 自己scan自己 做standard e-mose就好 ok 所以这个东西 即将推出 然后我们尽量跟政府讨 如果讨到quant 可能都不用钱 你就直接拿这个系统去用 ok 你可以download进去你的电话 它是一个app side 你download进去你的电话 就可以用 然后 客户又可以自己做 那个standard e-mose 你 月尾的时候下个月头 你就直接combo进去 accounting 是free的 来做那个 consolidated e-mose就ok的 这个是我的建议 然后给那些很小心很小心的企业 这样你可以选择用我们的这个mini post 叫pumpost ok 你可以注意一下 这个autocount的 自己系统 ok so讲回来 外楼的系统 外楼的系统 这个 我们叫pepper 这个pepper 他 需要首费的 两方面都需要注册一个account 买家跟卖家要注册一个account 它的好处是什么 卖家 卖家 的sues invoice 你会send去给 LHDN那边认证认证了过后才发给你 当你收到的时候你可以把它download变成你的percent invoice你就不用去打单 给一些大公司这个是很好很好用的因为他们的单很多每一天的单可能有几百张 在这种情况 pepper就很好用 ok 不管他是用什么系统 不管你的supplier是用ABC系统你是用XYZ系统 通过pepper他会convert 变成大家可以沟通的语言 ok这样你就借收就搞定了 这个pepper系统是Europe的系统来的 大部分的国家 都是 adopt这个 pepper系统 包括新加坡 新加坡 明年 2025年 新注册的Emoist公司 新加坡2019就已经跑Emoist 所以明年注册新的新注册的Emoist公司 他是convert一定要 他要跑这个pepper的 这个pepper他要跑他就要给钱了的 ok自己要付费 他 不像 不像马来西亚马来西亚是选择性啦 选择性目前是选择性的 你要用pepper你就注册了一个pepper的账号 你跟Mtech那边注册 你注册了 你叫你的supplier去注册 这样大家用同样的系统 你就省成多工 不需要找 将多个stuff去key那些perjbots 没有 经过pepper的好像autocall这些我们就直接咯 直接 把我们的单发去给lcn 认证了就发回给我们 我们就email Emoist 给我们的客户 这个是 最直接 但是没有link去 客户的系统 OK 两个方式 两个API的方式 这个是一些extra的knowledge 给你知道 这些是一些extra的knowledge给你知道 有关于Emoist OK 跟这下来的是一些 disbursement跟reimbursement的东西 OK disbursement 你记住这个keywords disbursement 通常我们是代付款 代付款叫payment on behalf Example A公司跟B公司 都是同一个老板 然后这个B公司叫这个jobstreet去帮他登广告 jobstreet登了广告他就 发那个emorse给B公司 B公司4000块 OK 可是B公司讲我没有钱 就叫A公司先帮他付 这样A公司付了过后 当他要讨回这4000块的时候 他可以开emorse 或者不开也没关系 反正这个只是 我们叫 amount away Inkinder company的 一些 amount away 如果他真的是要开emorse OK 讨回这个钱 这样他可以选择 开emorse 但是那个emorse 必须记得 记得classification code 不是022 就一定要放这个 disbursement的classification code 006 OK 下一个是reimpressment reimpressment的情况是这样 Let's say A公司有做anodina 所以他做anodina 他就appoint这个event planner 这个event planner OK 这个A公司他不要去对这样多人 他不要去对hotel forrest catering service 他直接叫这个event planner 去对 然后他所有的钱 OK 他付回给这个event planner OK 你看啊 这种情况 hotel会被build这个event planner forrest又会build这个event planner 这个catering service 也会build这个event planner so event planner 收到这些答案 他是没有 没有要 赚钱的 这个答案他没有要赚钱 他 hotel charge他500块 他就charge回给A公司500块 所以在这种情况 event planner要开一张invoice 这个invoice要break down hotel的chargers catering的chargers OK 那个forrest的chargers classification code就放027 但是他也是有赚钱的 他赚钱是在这个event planning 这样event planning他就放022 OK 这个是他赚钱的code 其他没有赚钱他只是代付罢了 这样那个情况就放027 OK 这个是他其中一个 re-imbursement 这种情况我们叫re-imbursement OK 下一种情况 员工也可能是re-imbursement的 那个角色的 OK 员工可以帮公司代付钱 他是一个disbursement 或者是一个re-imbursement的情况 所以怎么样呢 你看 通常遇到员工 讲的 呃 那些 员工会付 先付的 然后公司可以claim回的 是一些 员工的benefit 这些是可以扣税的 公司可以帮员工付的 好像那些gym club member fees professional subscription MIM member 公司可以帮员工付这些MIM member的费用 然后公司可以扣税 或者是 有时候员工先付 员工出国 买机票 hotel 员工先付 然后公司再付回给员工 或者是toe fees petrol那些 会有两种的 一种是benefit 一种是责费 所以在 这两种情况之下 员工 讨回钱 OK可以跟公司讨回钱 可以不开e invoice 给公司 OK员工是没有不需要开的 其实都不需要开的 但是 要记住记住 员工一定要 OK那个 跟 商家讨一个 e invoice 而且那个e invoice 一定要放 公司的名字 他一定要争取的 这个是第 第1个方式 OK 第1个方式 最重要最重要的 一点 然后那个文件 他不管是recept 还是invoice 他到时候 付了钱 不管这个receptinvoice 是公司名字 还是原格名字 记住记住这个单要 交回给公司 让公司去cotex OK 那些单 公司要收着 OK 所以 现在他把那些文件 扩大了 扩大了 不管你只要有supporting document 包括任何的payment statement bank statement credit card 员工的credit card statement 都是一个证据 只要是员工先付钱 不管他逃不逃到recept 还是没有逃到recept 都OK 交到去公司 然后交到去公司过后我们就看 什么情况可以扣税 什么情况不能扣税 OK 如果他是本地 商家 你跟本地商家 一定一定要争取 讨 那个e-invoice 而且讨 e-invoice 一定要注册公司名字 如果不是注册公司名字 OK 如果是注册公司名字 什么都不用做 因为公司那边就reflex了 这个expenses 就有记录了 什么东西都不用做 但是如果那个 商家讲 我不能啦 我只能register under你的员工名字 这样 在这种情况你就 最好come up with 一些policy 在员工的policy里面 证明 OK 这个 这个是公司 允许员工先付钱的 要注册这个 情况 然后 如果是代付款 如果是benefit 直接讲 OK这个是gim的 或者是员工 可以先付 MIA的 那个费用 OK拿回那个单来公司 claim钱 公司会 fuly subsidy 这个MIA member OK的 那个是benefit 如果是员工 去买 东西 OK去 99 买东西 OK 或者是去 邮站买东西 但是这些是 不可能啦 因为 你要求byright是应该会给你那个standard invoice 你要求工资一定要给的 但是在一些情况真的是没有办法拿到 他拒绝 他只能放 员工名字 不能放老板的名字 在这种情况就必须要把那些文件交回来 然后get approval OK好像我们普通这样 做一个claim form 去claim赔那个钱 OK有几个老板啊 manager去approve这个claim的 这样 普通的 recit 那个invoice under 员工的名字 也可以扣税 OK但是 我觉得 OK 这个方式不是最好的 我personally觉得 如果可以的话 跟这些商家讨一个consolidator的invoice 不要忘记这个consolidator的invoice 我们可以自己scan scan了可以填自己的公司资料 OK autocard已经做到这个东西了 相信其他的software 其他公司也可以做到这个部分 很快就可以做到了的 这个是我的看法 这个是我的看法 所以 尽量尽量把这些 费用 register under 公司的 名字 这样他就会在公司的 my invoice portal里面秀出来 不要忘记啊你的员工 有一天他会辞职的 OK 他辞职了那些资料其实是在他的my invoice portal 不是在你公司的my invoice portal 所以是 不保险的 可以的话想办法把所有的费用 就算对方不给你看看能不能通过 consolidator的invoice portal 把它转回去 公司的 名字 OK 这个是最保险的 而且你不要忘记哦 虽然他讲 Tenial clean form 那个clean form可以都不见 那个clean form OK 我们也是过客户真的是整个building 给人家少了 像那些clean form也不见的嘛 会有这样的情况 还有很多奇奇怪怪的情况 OK 所以是不保险的 只有record在老板自己的texporter 那一份才是最保险的 所以记住记住 啊 记住记住 如果是 普通的单 你看 普通的单完全没有名字的 OK 完全没有名字 这样这种情况最好就不要cotex OK最好就不要cotex 啊 除非他是150千 以下的 工资 150千以下的工资 如果是150千以上的工资 这样 你拿到普通的单你是不能cotex的 如果你是又没有老板的名字 因为他的工资是 一定要给你invoice 然后你就拿到一个 consolidated的invoice 这样你就不可能cote so你at least有一个standard invoice under公司名字或者是员工名字 OK这个是本地商家 这样如果是 Foreign supplier OK你 员工出国公干 或者是你的员工是 在 越南的你请一个越南的员工 他那边的消费 那个杂费的东西 他在那边 生活那边有杂费 在这种情况 OK by right 那个invoice under公司名字 你是不需要 issue任何的sell bill 那些东西的 可是 讲得很模糊 他只是 mention这个 如果那个invoice 是在员工的名字 这样 你都可以扣罪 他只是这样 只是这样mention 他没有讲到 如果 在国外消费 那个单 是under公司的名字 所以不需要 做sell bill 他没有 太强调能还是不能 所以在这种情况 安全起见 我还是个人见秘 你做sell bill OK 记住记住 不要懒惰 这个东西是很好用的 你做sell bill 你就record在 那个 invoice portal 那边 20年30年 有保障 你不用管你的文件丢去哪里啊 烧了啊 老鼠咬啊 很麻烦的 啊 蟑螂咬啊 发霉了啊 进水啊 一大堆奇奇怪怪的问题 有record就是最安全的 OK 只要你有record 你这forment的那个 under公司的名字 一定一定要 争取 under公司的名字 然后你就 做sell bill 在下个月位之前 这个是最安全的 这个是我个人建议 如果你觉得这个是麻烦 你可以 send calls out你的account OK by right 根据guide line 其实是不需要的 啊 其实是不需要的 so 最后一个是 如果under employee的名字 这种情况 记住 记住要 有claim form 记住记住去做一些 sop出来啊 这些sop 有机会我upload去我的网上 你可以去我的网上去 download下来 OK 然后你自己在用chargept 去把你的 条件加进去 我给你一些sample 你就用这些sample去chargept那边 加一些你公司的 情况 比较容易 因为chargept也是要学习 什么是employee policy 我给你sample employee policy 现在他就知道这个是你要的 然后你再把那个内容 写给他 就ok了 OK so 如果万一 那些商家没有办法提供那个 standard invoice给你 你看他的 penalty 是跟PCB一样的 他没有给你一张就罚 200块 我们PCB一样的 我们PCB一个员工做错 PCB就罚200块 最少 最高去到200块 所以是同一个concept so 如果他没有办法给你 他是做生意的 他一定要给你除非他是少过150千 目前是少过150千 不用给 ok 然后其他的是看阶段啊 看阶段 他到了那个阶段他一定要给 所以你争取的话他一定要给 so他没有办法做 shall build 没有办法做consolidated 反正是没有办法做其中一个 就是200到200万 ok 不是开玩笑 这个 你要求他一定要给啊 so 下一个部分 ok so讲到下一个部分是讲这最新的update so这个最新的update 啊 是在 啊 GRA30号公布新的guide light update上期 so这个guide light是讲 啊 大家都有 多余的时间 刚才我讲有三个dage ok 刚才我讲有三个 stage ok 100个million的是 8月1号 so每个stage他会给多6个月 的relaxation period ok 在这个relax period 大家都可以 选择 啊 可能 呃 你 只需要 submit那个invoice 任何的错误他都不会benefit你 不管你是第1批第2批还是第3批每一批都给你6个月 ok 这个学习期啦 我们叫学习期 ok so根据要求 这个学习期里面这6个月只需要做一个consolidated的invoice就ok了 你把整个月的sale加起来submit上去就ok了 如果你是进口的这样你就把consolidatedsale build submit上去就ok了 这个是他的要求 然后如果是 这个consolidated你可以写多大的名字 或者是你可以写 这个月 的总销是多少 多的销是多少 也是可以他很flexible的他不是一定要你 实时 写那个号码 ok 这个relaxation period你可以写任何东西 然后 如果你的客户要求你可以不用给他 standard invoice 你可以不需要给他standard invoice ok so as long as you fulfill 这些consolidated的你有做好 没有什么action他会take ok你进这6个月 ok不过我个人建议 个人建议如果可以的话就 趁这个6个月学习的时间 直接就 跑正式的standard invoice 如果你不能跑6个月at least你拿4个月 三个月来正式跑 因为 因为 有很多功课你要做 你要把classification code update进去你的系统 你要update你的系统 你要学习 怎样去操作这个系统 你要跟每一个客户讨他的 team number 所以你不能等到6个月过后你才跟他讨 你也要跟你的那些supplier讲你已经开跑了 叫他们准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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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几个月就 你要submit inbox了 ok 你不能做效果的吗 所以你一定要跟他开始讨那些inbox 你要send那些资料给你的supplier 跟你的supplier讲呢 记得 standard invoice给你 所以这6个月就要开始 好好利用 ok 不要 当作是honey mode 真的是当作honey mode 这个是我个人的意见 ok so 我看整个 basic的概念 我要分享的要讲的都已经讲了 你只要好好的去消化 ok你不记得没关系你重复 再去听多几次 记得把这个YouTube 收起来 记得把这个YouTube收起来 不记得没关系 多听几遍 这些基本的概念我讲解的没有太多 复杂的sample 我讲的都是很 简单直接的 明白 你要学的东西 ok 如果你还有什么event 欢迎你 WhatsApp给我 ok 谢谢大家